高面落地窗让环境显得清幽 这里是开南大学健康照护管理学院的植物疗愈室 随着养生风气盛行 学校今年9月将开设养生与健康行销学系 原住民产学专班 让学生学习SPA 方疗等健康照护课程 有机会可以上美学文化的课程 特别是原住民的一些美学文化的课程 产学教育的合作 那来上课的原住民的小朋友们呢 课程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 同时就是说让他们回到业界的工作里头 就是有接轨上面 再来就是有一个征兆 执行长表示 原民产学专班除了可以在校学习美容 照护理论知识外 也和企业签署产学合作 学生在校上两天理论课程 七与三天在业界实习 同时系上也规划长期照护课程 增强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 学习一些SPA方面的技能之外 也可以学到真正的理论 跟很多的其他的知识 像我们有一些叫做辅助治疗 这都是我们的强项 我们这是一个长期照护的一个科系 让他们集合起来 就可以配合整个国家的这个 长照的政策 所以我认为这个未来的前途是很好的 院长强调原住民产学专班 除了产学合作外 也会辅助学生考取相关证照 希望学生能透过自身所学 在业界有所发挥 有些西红箱的杂料 桃园卢族采访报道 年上发挥